因为我找坦克 我是全方位的 全世界哪有 谁说有我都去找 谁说你不知道哪个干法合适你 哪边能买到的 为了筹办纪念活动 陈维明希望寻找T54坦克 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发生的大屠杀 到今年是30周年整 当年中国军队调遣坦克 镇压抗议学生和民众 主要的型号就是改自 苏式T54的五九式坦克 这个坦克的稍微面 一看跟天安门的坦克的 相距的距离太大 所以说我想这边我拍了几个 就是它的局部有些是一样的 轮子啊什么 但是它前面的打泥板是不一样的 上面的高射机枪也是不一样 它是一个像面包形状 后面凸出这一块 你都要锯掉 那是很困难 你看它这个炮管特别的短 它这个坦克的厚数是那么大的 跟中国坦克这个形状是完全不一样 我在这边刚刚逛了一圈 你看这些有些是二战的 特别的老旧 所以我看我还得去拉斯维加斯 陈维明刚刚去过拉斯维加斯 作为纪念活动的组成部分 他此前已经带队巡游过美国 后面呢也有一个自由 那么它是美国人民的象征 是美国自由民主的象征 那么我们在这边转出呢 就非常有意义 这些艺术作品呢 都是表达了中国人民 在三十年前 为了追求民主和自由 他们所付出的鲜血和生命 这些手上拿的这幅画呢 是最著名的经典作品 王伟林 资深当坦克 我的团队呢 我的朋友呢 经历了上万公里的跋涉 接下去一站呢 就是到了他的家园 就是自由雕塑公园 小的隔在上面 隔在上面 平放 为于加利福尼亚 莫哈维沙漠小镇 椰墨的自由雕塑公园 离拉斯维加斯 大约两个半小时车程 坦克在这个月的月底 就会我们会完成 这次回来以后 就是要安装坦克人和坦克 小镇椰墨紧挨着 15号洲际高速公路 这是连接拉斯维加斯 和洛杉矶的交通大动脉 雕塑公园占地36英亩 由陈维明和几位朋友 共同拥有 雕塑高是6.4米 纪念六四 加上这个基础的2.5米 就是89.64米 纪念六四十难的劣势 方位角是64度 这个地方正好离北京 是6400英里 这是一个天意 投入是几万块钱 加上我们的工作室 就离这边比较近的工作室 因为先买地 那么这边没房子 就要买个有房子的地方 来制作雕塑 所以总体上是投入大概40万左右 在十英里以外 陈维明和朋友共同买下了一处农庄 门口的列宁头像 搬进笼子里以后 将移至雕塑公园 农庄也是他的工作室 体现八九民运精神的民主自由女神 一直树立在这里 就是来欢迎这个事情 所以也感谢大家自讨腰包 支票好 你作为什么用逐 那今天很高兴面对 你看马上就来了 这士兵你看我们 刚刚说的 那个有人一千块钱 他有一千块钱 又两千块钱了 来来来 我也捐一千块钱今天 啊 哎呦 感觉好 感谢赚 还有一个收据 真的很不容易 对 那你的用途是六四活动 所以说我们全部都透明了 这个是所有的明细账 整个雕塑公园成立以来 就是专门捐给雕塑公园的 是这么多钱 坦克我们是从欧洲 由K那边买的 那么现在在路上 那么整个行程相对比较保密一点 我们现在正在完成所有的 paperwork 因为它是一个军事装备 很有可能 你说这是一个旧的 或者是一个废弃的 那么如果恐怖分子拿到的话 它可以把五六个坦克 合成一个好的坦克了 所以现在在美国 是很难买到这些 事实上 作为纪念雕塑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坦克人已经顺利地完成了 除了名字王维林 其他关于这位英雄的细节极少 而我现在的难度是 我要从一个背影去揣摩 它的正面是怎么样 这给我带来的 当然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那么我首先就要从它这个背影 要确定它是国字脸 还是长形的脸 还是鹅蛋的尖脸 我当然要塑造成有power的 跟那个中共这个独裁政权 这个铁甲这个坦克可以抗争的 一个坚毅的脸 王维林已经变成一个符号 中国最终自由刚正的 一个敢于抗暴的这么一个形象 应该就是它是在1米75左右吧 那么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话 因为我跟这个坦克要有一定比例 如果我做的太大的一个项 它就显得渺小 那没有那种抗争的感觉 就没有了 陈维明筹集到3万美元 从英国订购了一辆报废的 斯巴达人装甲运兵车 预计很快就要运到加州 经改装后成为雕塑 电话那头帮助他促成债庄交易的 是志愿者艾文·西姆斯 你好,先生,先生 你好,阿文,你好吗? 我听到你很好的消息 你好吗? 是的,我很好 我刚才收到您的消息 有好的消息关系 关系的消息关系 是的 但他们会赖给我们一个消息关系 因为我们的斯巴达人 它会不会到处于时间 哦,OK 它会不会到处于时间 所以我们必须赖给一个汽车 你必须赖给你 你必须赖给 Steve 因为他预计 他收到钱 我做一些工作 不像这样 很坏的工作 在美国的方式 不像这样 如果他做不好 我都会赖给他 不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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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币方案 就是买坦克的那家公司 我们就为他们租一个坦克 你可以那么做 但是很贵 租一辆坦克每天要1500美元 这还不是问题 问题是把坦克 从拉斯维加斯 运到加州的雕塑公园 从拉斯维加斯到 凯亚军公园 在凯亚军公园 总共要17个小时 恐怕要超过1万美元 光是运送坦克而已 太恐怖了 他说仅仅每天是1500 还不包括运 这是多少吨呢 运起来不得了 这是妻子陈二佑 陈二佑是六四惨案的目击者 我们这边就唱国际歌 然后就把法西斯 总是有一个勇敢的人往前走 然后大家就跟他们去走 然后前面就放下 一放下我们就往回 往回这 然后等我们再停下来 回头看的时候 总是有三五巨 四五个五六个七八个 倒在中间那个空的地带 八十年代是一种精神 确实有 理想主义的色彩等等等等 确实有 所以我觉得陈伟明到现在 他还保留着那个东西 现在人变化太大 所以我觉得陈伟明 我跟他前前后后40年了 认识恋爱结婚 他真的是初衷不变 陈伟明的兄长陈伟健 自1970年代就开始系统反思 专制的弊端 他目前担任北京之春的主编 我们现在重塑黄卫林 当台客的形象 这个形象才是真正代表 中华民族的形象 中华民族追求自由 反抗暴政的形象 这个形象放到全世界 让全世界人民看到我们的民主 我们曾经有过这么优秀的人 面对台客面不改善 为的什么 为的就是中国走向自由 走向民主 与坦克人相伴的 还有其他几件作品 这个人是对我们雕塑公园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人 你看看他的面目 叫Lisa 因为我们都是华人 英文不怎么好 要跟当地人进行联络 你作为我们一个联络官 那他欣然接受 我说我们是Valentia 我也是 所以说是没有工资的 这对Yermo是一件好事 我们本身就有很丰富的历史 这又增加了一个层次 我们其中一个主要雕塑 在纪念天安门事件 自由和中国的民主运动 这是关于坚毅的精神 我们住在沙漠里的人就是这样 我们经历了酷暑 各样的天气 有时大风有时大雨 沙漠里的大雨很可能会造成灾害 因为会形成暴虹 但是我们能够坚忍地度过 说到这个公园 你会想到中国人将如何坚韧不拔 他们如何度过不同的天气 不同的政府经历 然后生存下来 继续前行 展现弹性 改善自己和政府 我希望他们的政策 更改善自己和政府 更改善自己和政府 更改善自己 因为这是纪念六四的英灵 纪念那种在共产主义受难的灵魂 又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那么他们这种呢 就不可能在一个非常宁静安详的地方 他所处的一种非常悲壮的 那种苍凉的那种美 那么正好这个地方 我们选择感觉非常的好 符合那些英雄他们的归属 他们的灵魂的牺牲之所 中国政府一直掩盖着三十年前 天门广场残酷镇压的真相 而雕塑公园所在的椰墨小镇 是从洛杉矶去堵城的必经之地 有六十多年历史的佩基餐厅 是当地的一道文化景观 六四吗 对 我知道 那很大 你绝对不会错过的 这肯定会带来更多的游客 也为我们的沙漠带来更多的关注 绝对是的 游客从澳大利亚 法国 中国等各地过来 坦克和六四纪念碑所组成的这个组雕 将是我们雕塑公园最最重要的 一个里程碑性质的一个作品 30号以前一定要完成 今天是几号 今天17号 今天17号 17号 我们做一个坦克差不多10天 是 不是 她说这个人时间到不了 过不来是吧 做一个坦克上去 那一个 先堆一个 堆一个上去 堆一个上去 就做一个假的坦克 对我来说 逢山开路 叮来降党 你总的要找出来 不能因为她这个坦克不到 就把我这个事情救完了 我怎么样也要把这个事情完整了 而且要在6月3号以前 油 优优独播剧场 这种水 麻烦 火 这些义工团队非常任意改工 非常努力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用非铜耐铁 烂木料 烂钉子敲打出这么一个坦克来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以这样的方法来制作一个坦克 说实的可能也是世界第一 通过这次的找坦克 做坦克的过程 让我更多的了解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各种不同的人 在我边上的那些义工确实他们工作也是相当的负责任 处力也是非常之大 做那么多天的义工 这种精神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中国民主自由的道路上呢 就是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人 这种坦克还是拼得蛮多的 好 我们弄坦克 好 弄坦克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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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停一下 停一下 稍微 这边滴了一点点 滴一点点 是吧 OK 好 同学们把它开起来 我有这块小石头 阖湯就把他关门了 好 我们太阳呢 來,我來找! 嘿… 嘿啦… 嘿… 嘿啦… 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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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在這個公園 叫自由雕塑公園 举办的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活动 自6月3号傍晚开始 来自南加州和美国 其他地方的近500人聚集到沙漠中 天安门惨案中 双腿被坦克碾断的方正 揭开了蒙在王维林塑像上的 美国国旗 仿佛是30年前 我在坦克前倒下的瞬间 大概也是这么个距离 但是我不想记住那个瞬间 我希望大家永远要记住坦克人 这么一个反抗暴政勇气的象征 因为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勇气 他们无法计辩30年前所发生的一切 而在这里我们可以 我们为他们而计辩 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 一百多人搭起帐篷 用露营的方式呼应当年 天安门广场上的抗护者 大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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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活动虽然有结束的时候 但坦克人将永久地陈列在此 只是坦克仍然存在着变数 中国这次事件使我认识到 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尽管有这个那个的问题 就像我做坦克遇到的各种各种问题 但是坦克是做成了 我想中国的民族运动也是会遇到这个和那种的问题 可能人们之间也有一些想法都不一样 但是就像这个坦克 最终我们一定能做成这个坦克 中国老百姓也最终会建立起一个民族自由的形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